去的时候美国媒体彭博资讯 也在今天刊出了真访 学院领袖林非凡的内容 当中就提到说林非凡说了 要政府同意考虑 民间版的两岸协议监督 条例的话 学生就会撤离议场 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报道随即遭到林非凡 否认认为是标题下的太快了 不过随着马总统现在 频频的出招看似让步的 一些回应使得社会也 逐渐出现了一些反弹 让压力倒向了学生 学运退场有谱吗 美国媒体彭博资讯 刊出林非凡专访 只要政府同意考虑民间版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现立法再审查 学生就会撤离立法院 但林非凡随即否认 彭博周刊的那篇报道的标题 我认为它下得有点太过武断 而且下得太快了 我说的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如果真的能够复委立法 那后续要不要撤场这件事情 我们都可以讨论 现在我们不思考任何退场机制的问题 我们也不回答任何关于退场机制的问题 跟真正该想退场机制的是马英九总统 强调学生不可能退该退的是马总统 但占领立法院已经两个多礼拜了 就算成功号召50万公民黑潮上海道 僵局依旧无解 马总统不但态度强硬 现在更是见招拆招 学生要求监督机制 提出政院版本 把福茂协议退回委员会逐条审查 学生说张庆忠没资格 张庆忠不但道歉 国民党大党边林洪池还请辞 加上场外周边抗议噪音 父母出面哭诉要孩子回家 压力逐渐倒向学生 马英九当然是以拖待变 就是要拖死学生 要耗死学生 那现在各种跟他压力 已经慢慢集中在学生生长 立院不是他们的筹码 但是他们却变成别人的筹码 你想想看王金平为什么不出面 很简单嘛 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筹码 对抗马英九 那民进党为什么不愿意谈 因为他也担心被人家讲说 他出卖学运 分析马总统想以拖待变 学生下一步该怎么走 郑春齐朱学恒提供方向 直接对于各个国民党的立委 直接到他的服务处 到他的家里去施压 要展现很多的名义 告诉他说不可以再这样子干 那王金平不来见你 你去见他嘛 那如果王金平说他不能进大院 那你去他大职楼下按电领 那如果马英九说他可以谈 那就去谈嘛 那你们比他厉害多了 你可以打他巴掌 没有问题 学运拖得越久越失去动能 对学生越不利 而这一仗该如何收尾 骂总统和学生都该好好思考 民事新闻陈建廷 孙培俊 台北报道